欢迎收听今天的 传品高高 大家好,我是Ivan 大家好,我是Zan勇俊宏 哈喽,我是贾芊 是的,我们又请到我们的 贾芊 没有,因为这一集哦 为什么... 因为只有我最得抗 似乎也是这样 大家也不敢安排工作给你 没有,因为这一集呢 其实不是在这个时间播出的 因为... 可是事情越来越... 算是一个插播的一集啦 对对对 因为这几天我们都被这起事件 不管是Facebook,IG等等的 任何社交媒体都给撞绑了 没错,没错 没错,对 我们现在... OK,大家我们换个环境 换个风格要严肃一点 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社会议题 为了保护大家不被网络 你知道现在的网民 动不动就会讨伐我们 所以我们要换个认真一点 严肃的态度去讨论这些事情 这些事情是一开始 只是俊宏跟我讲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担心 因为我觉得我不太有资格 或者专业去分享这个东西 我觉得我讲了可能很多人会骂我 对对对 你有什么资格去讲 你是什么博士吗 对 然后... 那今天这个话题啦 我为什么会想要提出来说 不一定是要用很专业的角度来判断 或者是来说 因为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个事件新闻 不管我们从小学开始到中学还是大学 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 而且老师也有在重盘教导我们 如何保护自己啊 性教育啊等等的 然后其实是很多人没有多加的关注 很多东西对我来讲 其实是很 common sense 的东西 因为有了这个事件 我觉得大家都放大了 加上social media的力量 所以造成了这个密兔巨浪 对 而且我觉得公司很贴心的 是连我们公司的门口 有一个贴一个 no sexual harassment的海报 在每个门口 所以我觉得这是保护员工的 一个很友善的环境 可是贴了真的是可以保护到没 至少... 对 我看到他们的态度 他们有一个态度在那边 至于保护到没有 这个就真的是看个人 因为我觉得我听说 听说的确是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是真的 有类似的 不是我们的公司 不是我们的部门吧 不是我们的部门 但是有听说有这类事情发生 所以公司才会严加管理这些事情 我觉得是很正常 不是很正常 应该是说 在世界各地都有这种事情发生 我觉得好多公司 甚至可能都有发生一样的状况 因为我们公司有这些 放出来给我们看 它其实算是一种alert 因为我们人一旦有alert 就是一种保护 这样我们先来简单一下 什么叫做性骚扰 好不好 因为它传统说 我们根据法律来说 性骚扰指的就是 任何不受欢迎的性骚扰行为 可以以任何形式 包括语言 非语言 视觉手势 肢体 对个人构成相当的冒犯 侮辱或者威胁 对个人健康的行为 就叫做性骚扰 可是如果那个人是心甘情愿的 就是你长得很帅 因为有一句话是这样讲 你知道吗 就长着帅就是什么啊 人帅 人丑性骚扰 人帅真好 人丑性骚扰之类的 对 就是我磕你的颜值 你就轻轻的碰了我一下 我觉得 可以啊 很幸福啊 你不觉得是骚扰 可能是一种幸福感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病态的社会 就是大家太把颜值 拉到太高之后 会觉得他帅我做什么都可以 对啊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 它是长在我们的审美上 虽然对我做出一些 别人可能看起来 已经是月魁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 哦好爽 好爽 用这个字来使用好爽 可是如果是 不是你喜欢的对象 他做了一些 就是跟 刚刚那个男生做一样的动作 你就觉得他在骚扰你 对 对很恶心 我觉得就是喜欢跟不喜欢 两者之间 嗯 而已 可是我觉得我们要 撇开这件事来讲 撇开言辞来讲 我们要从 就是正视这个 性骚扰这件事情 不管他是帅不帅 只是 只要他让你觉得不舒服 对 就算是性骚扰 往往很多时候 刚刚我们提的那个话题 就是他的 呃 感性 被 他的感性 占据理性 对 因为骚扰这个事件 其实是一个理性的判断 嗯 他做些的动作 合理吗 应该吗 一个男生 搭你的腰 揉你的腰 搭你的肩 这是应该做到的事情吗 我刚才没有搭啊 我只是放后面 我觉得很像 呃 拍照啦 就 如果一个男生 就不要绅士的话 他会 可能就搭你的肩 嗯 是这样子吗 还是他搭 他就假搭 搭你的肩的时候 并没有真的是碰到 我觉得这个又是另外一种的说法 因为如果那个男生跟你来说是一个 呃 关系不错 他平常都有分寸 然后 他对你搭肩 你不会觉得不舒服的话 是ok 可是如果那个男生只是你本身就是跟他有没有很close的那个关系 嗯 然后或者是第一次认识 我们可以拍照吗 然后跟你搭肩 这样 嗯 那个其实就有慢慢构成骚扰的嫌疑 对 所以我觉得 讲到这个我就要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分辨到底是不是性骚扰这个东西 你这样不懂 如果你拍照 然后 ok 就我是你的粉丝 诶 Ivan 我可以给你拍照吗 然后我就可以贴到很近 可是 可是 我是没有碰到你 可是我就可以贴到很近很近 这样你觉得这个算是性骚扰吗 如果我当下是不舒服的话 我会你要stop这个新闻 可是还是你的粉丝 白坏一点 其实刚刚那个动作叫做吃豆腐 对 其实吃豆腐也算是骚扰的一种 如果不管你是我的粉丝 还是我的父母 还是我的情人都好 当你那个新闻已经造成我心理上觉得很负担或者不舒服的时候 其实就可以构成性骚扰 不管对方是谁 因为这种同常性骚的这种事情 很容易发生在上司跟下属 比较有一个权威的关系的情况 对 那个叫权势性情 对 所以 很多时候老板或许在大家面前没有对你怎么样 可是他很常约事情跟你谈事情 他讲 诶 我们去我们的车上 你不要这样敏感可以吗 加剑 有我们的关系 我们有什么关系 同事 这不是问题吗 没有 就是很多时候上司会约你 讲我们去谈事情 对 如果是在一个公众场合 大家都看得到情况 那个就不构成性少 万一如果他在 他就讲 诶 我可以你们去车上聊东西 就一个很私人的空间的话 虚密 对 就是很属于私人空间的话 这个他没有构成性少 但是你需要注意 对 就是 因为做这种方式 很多老板会假攻即死 就会利用他的职权 他的权力 让这个他想要 就是 触碰的女生 不管是女生还是男生 那个对象 成为那个对象 去到他们有利的地方进行方案 而且他们会用讲 不用讲什么 我叫你谈东西 有什么问题 你不谈我就 我就什么影响你的 对 这个就是他用他的权力 来让这个人不敢不从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 应该要 就是大家都要明白的 对 就是 在职场上 就是可能他们 明白在上面 但是现在有很多 可以拒绝啊 对 但是你要懂得 礼貌性拒绝 对 因为其实很难的事情就是 当下他对你怎么样的时候 他讲 没有啊 我没有啊 我只是叫你谈东西 你不觉得现在有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们的那个 车不是有帮 CAM 吗 转过来 问题是 你上的可能是老板的车 对啊 咋你 老板等一下我给你发一下 我全程录着 来你讲 我录 没有 可是虽然我们 因为我们现在 已经在这个社会上 打滚过几年 所以我们知道如何 保护自己 可是新鲜人的话 他们没有这种意识 就是他们会怕 对 我这样子抗拒老板的要求 会不会我不过关啊 可能我随时会被炒掉这样 是是是 这个也是 我觉得这不构成性少 但是你自己心里要有一个警惕说 这个老板可能对你有另外一个想法 然后接下来就是 他会讨论到很识人的事情 比如说请问你的感情状况 你拍拖了吗 你有没有男朋友 如果我是跟那个就是上师或者是同事 真的是很熟熟一两年这样子 我觉得就是分享私下的东西我觉得是OK的 就是你不会问我 你最近有跟你老公做什么做什么 这样子就太deep了啦 对对对 就是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子 就是我会跟你分享 但是一定会有一条线在那边 对对对 表面感觉听起来好像没有怎么样的事情哦 他虽然没有讲什么 我想你我爱你之类的 但是只要你心中觉得怪怪的话 其实你要马上停止这个行为 对如果那个男生突然跟你讲 佳琴我有点痒 我来点这里 哈哈哈 这就很随一个法 佳琴可以告诉你会怎么样做 是个嗲痒痒 哈哈哈 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一个男同事 突然跟你讲 其实我的衣服让我有点痒 这样 其实他的痒特别有 我会 OK我会选择无视线 我就会跟他讲说 你这个举动让我觉得很不舒服 你能不能 不要在我面前做这个动作 我会先给予他一个警告 口头上的警告 对 如果他真的是一而再而想这样子的话 我就跟我的上司说 就可能我的女上司啊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是必要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是默默的忍受着的话 我觉得他会一而再再而想的 去触碰你的底线 对 而且这个时候很多人就会讲 你那时候不要拒绝 你一定是很爽嘛 听起来 所以对方才会一直干脚你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 就是如果你真的不舒服 你要躺下讲 因为有些可能有些女生 他们经得起这种玩笑 嗯 所以他们会开始就是 OK反击啊 或者是跟他互答 互答那些话 嗯 让男生产生误会 或者是让那个对象产生误会 久而久之后会对你做出越来越多 你不舒服的行为 过分的行为 对过分的行为 所以大家应该要懂 什么是玩笑 适度的玩笑 你可以接受的点在哪里 不是有很多一些 Gay 同性吧 就是同性的人 他们就去 普通的一些酒吧 然后他们 大家都会觉得 哦 你是喜欢男生的 所以你跟女生经常在一起的话 就觉得没有怎样 可是有些人是 假装是同性恋 去抽水 去吃豆腐 去跟他做好朋友 我听过太多了 太多了 这个世界 顺便有这样子的朋友 也有这样子的经验 我想问他是 双性恋吗 还是他 没有 他其实 像这样子的人呢 他很可能是完全是直男 嗯 只是因为他身边有很多 Gay 的朋友 然后变成 新认识他们的 女生会觉得这个男的也是Gay 所以我可以就是 那个女生 跟他做姐妹 可以跟他做姐妹 可以靠在他身边 他觉得这个男生很依靠我 跟他出去 他可以保护我 他就算他摸我的腰 动到我一点点凶啊 什么他也不会对我怎样 他也不会对我的遐想 可是有些男生就是不挑明自己的心象 跟女生有这样子的行为 他们其实就是想要吃豆腐 对他们摆明就是想要吃你豆腐 对 这样子真的是欣赏 然后到最后 到最后 冬川事发之后 女生才会觉得 原来他一直以来都被他这样子骚扰 然后男生就会讲 我从来没有讲过我是Gay 是你们自己觉得 是你贴上来 你们自己一直贴上我啊 就有这种 有极好严重的人 就是这种 就是传说中的人渣 没有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种 就是有些人会可能觉得 因为我要上司关心你 他跟你一些小聊天 是很正常的嘛 可是这个时候就要懂得分辨 如果上司跟你聊 你是聊得开心的 你们互相的那个互动 是好是开心的 这个就不够诚信少了 但是如果他一直跟你讲 我这个东西很好吃啊 你已经给他thumbs up了 然后你就被你贴好 然后他就想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爽啊 那他可能只是要再追你咧 他想要找人家聊天咧 我觉得这个东西 你要找人家聊天 是两个人都有抛话题 那个叫聊天 如果我一直丢话题给你 然后你一直没有要借我的球 你就啊 厉害 赞 赞 这样子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 你已经构成你不舒服的 那个情况了 的话 其实他 他在过度的反应的话 其实就已经算是一个心少了 因为聊天的情况是要两个人都舒服的话 那个叫做聊天 那个叫做talking 他可能觉得哦 你忙啊 然后就哦 可是你有回复我 这样我就继续聊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给更明显的一些话题 比如讲说 有些老板会问他的 不一定要女生 就是对象 可能他要 他要 他要 骚扰的对象 可能问下更私密的问题 比如讲说 今天看你穿什么样颜色的内衣很性感 或者是你今天的衣服很紧 然后有一些小勾让我看到 我觉得好可爱 不然是你的胸型很好看 然后 对 你的胸型很好看 你的屁股很圆 很翘 你的包很大 我觉得这应该是很明示 如果这种很明示的情况之下 那个女的 给他的回复是 是啊 你想看吗 这种 如果两个 那个就是互相调情了 那个就叫调情 那个就不叫性骚 如果那个女的话 那女的给的反应是 老板请你不要这样子 那个就构成了性骚了 所以要懂得分辨 其实当下你们两个人的互动 是一个怎样的状态 如果你们是很开心的 两个在聊 对啊 我今天穿粉红色的怎么样 可能是 他撩他 他隐意被撩的情况下 那个就不叫 那个就叫聊天 对啊 那个就叫聊 那个叫聊色 是啊 老板我的胸型就是那么美 关你什么事 对啊 如果是这样的回答呢 这个是呛回他吧 我就呛回他 就是我已经不舒服了 嗯 嗯 关你什么事 你去看你妈的好啦 我 我觉得应该不会有 应该不会这样子 如果他还想要这份工作的话 应该也不会这样讲 应该不会这样子讲 但是我觉得女生有时候要懂得周旋 或者是懂得保护自己 是 把这一些东西给保留下来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 有一种像你讲的 他过度太热情了 然后他会觉得 呃 是一种性骚了 可是别人 可能 这时候 如果法律 如果真的走到法律程序的话 他会采取第三者的地方 就是假设 你今天被我性骚扰的话 嗯 然后我会觉得 没有啊 我只是很热情嘛 这时候 可能法律就会采取 用别人的讯论 他就 他就会 他就会 询问其他同事 当场你会觉得 你会不舒服吗 当场 他就会问其他人 就成年人 成熟的成年人 然后我应该要 然后那个第三方的 就应该要 就是帮家庭做证 是吗 对 就是他可以提供证职 可是有一些人 他就很熟啊 你知道 被老板收买啊 就是 对啊 不想要失去这份工作 然后就会 包庇老板 对 所以就会 造成很多 me too的事情发生 因为大家 当下 其实没有得到 一个很充足的证据 去说 他已经信赏了 或者是当下 那个环境是 不友善的话 嗯 所以才会造成 很多 最近很多 me too越来越爆 是为什么 很多人 没有办法 走到法律程序的部分 是因为 他在玩法律 对 他就在走 来 你交证据出来 或者 有没有第三人看到 有CCTV吗 这些都没有 所以很多时候 有10种 我就看 之前有访问过一个律师 他是说 可能10种案件里面 真的 真的走到法律程序 只有3到4种 这也是me too 这个运动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 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 大家去发 给大家一个平台去发声 对 me too 其实 很早之前就已经有了 在西方国家 是的 2006年 在美国 其实 是美国 不是 忘记了 2006年 就有一个叫塔兰娜的女性 她就是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me too运动 其实当时候就是要团结起女性的力量 然后让外面的世界人看到她们的一些对女性的暴力啊 不公啊 以及 侵犯的行为 给大家知道 原来有很多女生都受到这样子的对待 其实是以这样子的一个形式 给大家互相取暖 或者还有给大家看到 只是因为现在这个运动呢 已经扩散很大了 有像是名人效应啊等等的 很多国家都有 所以传到台湾这边的时候 原来发现有很多艺人都有这样子 对女性做过这样不轨的行为 这样我想问下你们 自己本身有没有一些类似的经历 我先讲我自己啊 我自己是其实是 在小的时候啦 他其实有一个 我去上补习班 然后补习班通常都是那种 请一班下课了 然后我们到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进去嘛 有一个男生 他就会从 他就会朝我的面 正面走过来 然后就这样摸 摸下我 然后就走掉了 他解释很多次 当时其实 他是大人吗 应该也是中学吧 小学中学吧 没有想问一下 那个摸你的那个男生 是你认识的吧 不认识啊 因为他是上一个补习班的人 我是下一个补习班的人 所以他就是直接来打 摸你那边 他就是很自然而然 他这样走过 撩你 撩你 他是要认识你还是什么 没有啊 我连他样子都不记得 你有跟老师讲话 那个时候 没有 因为当下其实你是小孩子 你也不觉得是什么 可能他就 好变差异 他就这样 你就会觉得 做孩子摸我那边 当时候你不会觉得 那时候你的心的观念 还没有起来嘛 为什么没有跟妈妈讲 没有那时候你不懂 这个是一个心情犯的东西 那时候因为小孩子 可是你会觉得不舒服吗 当下不会 当下你会 因为真的是 可是你很开心 有一点 没有啦 没有啦 因为那时候 真的你没有受过 很震荡的性教育课的话 你会不知道这个东西 其实是一个 对你来讲是一个心骚 可是其实你看 在马来西亚 性教育这方面的东西 其实对我们以前 那个年代来说 其实是很保守的 我是12岁的时候 才有一个两性 的那个 专家才讲 其实好像是在我们 小学六年级开始 才会有讲关于 男性女性的变化 可是我觉得太迟了 是 那是太迟 因为很多最近 而且越来越多那种 恋童癖的人出现的话 其实小孩子反正是 最需要去保护的那群人 我唯一有故事要跟你们分享 是你本人吗 他是给人家摸 还是他摸人家 没有没有 都不是我的故事啦 因为这个是我 跟我的同事 同事拿到的一个故事 他的亲身经历 也是一样跟Ivan 一样是在小学时候发生 而这个经历 给他造成了到现在的一个小阴影 是这样子的那时候 他小时候就跟他的父母一起去到他的外婆家玩 刚好也有其他亲戚 其他的表兄弟也一起玩 那种小孩子有时候他们就喜欢就是去到大人没有在地方 然后他们就一群小朋友去了一个房间 那时候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表哥要关起门 关门了过后呢 把我的朋友给推上床 然后像那个偶像剧一样 一直是床冬 就是床冬然后用亲他的那个颈部周围 对了几岁 小学 你的朋友是男的还是女的 女的 这样那个是男的 那个好 那个表哥吧 那个表哥那时候还有忘记表哥是几岁吧 也是跟他的年龄很相近 就是刚刚可能兴起盟有开始发芽的时候 他想要找一个实验对象那样子 还是他看偶像区 然后我就听 偶像区没有教人家床冬然后亲这个的 有啦有啦我觉得可能不然就是他 不然就是他在某些渠道上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动作 然后他也很早熟啦 那个可能那个表哥也很早熟 幸好当时候他的父母发现了他们两个人的不对劲 然后不至于他的衣服被拔下来 还要开始 所以是其实已经要性侵犯了吗 他其实推下来开始亲他的周围的时候就已经算是性侵 只是没有酿成严重的错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恐怖 然后OK虽然没有我们看似没有成功性侵啦 可是其实他已经是造成了我朋友到现在的阴影 这是伤害一辈子的伤害 对然后我有问我的朋友就是关于这样子的事情 你跟男朋友相处 有问题 会担心会害怕吗 他讲其实是会的 因为讲其实如果是讲以一个正常的男女关系 两个人空间的话 很多女生是喜欢男生有主导权 用力推你去床啊那些 可是他现在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事情他会怕 就算连男朋友也会怕 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心理的很大的负担 对就是没有办法过去 然后我问他这样子你那个表哥的现在生活是怎样 他讲说他已经有三个孩子了 他才几岁都比我小吧 然后他的老婆也是未婚先孕 这样他们之后有见面了吗 嗯他很久没有看到他的表哥了 然后他也忘记当时他父母是怎样解决 可是我觉得如果说遇到这样的事情 父母是最最为关键 是要给要给儿子感受到我在父母的保护之下是有安全感的 这个是父母的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而不是讲哎呀没有事情啦小孩子这样玩一玩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很多很多亚洲的父母会觉得哎呀小孩子这样玩一玩 大事化想没有事的 就他们会觉得很年轻很小 而且我不能忍受有些男生这样子的行为 然后他们的父母还讲哇真的厉害了 然后一定给抓破 真的有一些真的是很像在鼓励他这样子 哇你会亲软软你会亲女孩子了 你厉害了啦 这种父母真的是下地狱咧 他会误导孩子以为这个行为是对的 对我觉得这个观念很沙拉咧 是然后父母也不会去特别去讲两性之间的问题 都是同学或者是我们这种青少年自己去发掘 然后如果有遇到偏差变成了现在这样子 性情也不懂你在性情 或者是忍受忍不住自己的那个性欲 对只会用下面的头想东西的人想 哈哈哈 然后有没有你们有没有遇过就是给女生性亲男生的经历 我觉得我遇过一件事情啦 你这样问到我想起来他其实我觉得当下大家都是属于赫海的情况 嗯 嗯 嗯 呃 那个女生我是去香港嘛那时候 然后 我就大家就很态就可能肢体接触比较多一点 然后那那个女生他就是直接跨过了 他就是跟我我们就这样哎我们一起来拍照 然后然后他就拍照的时候就直接把脚这样子 做大腿 哇塞 他就整个脚是这样跨 就直接我是这样坐着嘛 他就跨进来你的跨里面坐 他整个脚就是跨过来坐在我这边 我觉得他做你一只腿 对 然后他就用他那边摩擦到 摩擦到 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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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对我想看 哦 你顾一下颜色比颜色比比不要提不要提 对当下其实其实 因为大家喝嗨了 哦啊啊啊啊 当然喝酒 我觉得就是本性露出来 就是大家可能会稍微懂 不要开一点 其实女生才是那个狼呢 对其实同样的情况也会发生在女生 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 性少了男生 男生对女生做出不合理的行为嘞 是男生的本性 可是女生其实 也会做出一些 乐举的行为 但是很多人 看到这样的行为 会觉得 哇 这个男的 你就好了 女生对你做这样的事情 我真的是有看过 在茶室 茶室啊 茶室 那个是老板娘啊 她就摸好 她的那个员工的 屁股一下 真的 我就看 怎么这样子的 而且那个老板娘 是有丈夫的 她丈夫在现场中 没有 她丈夫可能在 聊女生的屁股 她们有两个 两个branch 她会在另外一边 然后我看到的是 她真的是会去 我觉得这个 已经是构成一个性骚扰 我觉得她懒得 很不舒服 虽然她没有讲什么 可是我觉得 表情看得出 她不太舒服 对 所以我就讲 其实男生自己 也要懂得保护自己 因为现在 不要讲女生啊 可能男生也会吃男生 最后一个案例了 我自己的自己 一个案例 我也是 因为我之前在 就是可能 跟同事出去吃饭 有一个比较 高职位的大老板出现 所以我们就聚在一起 喝酒一样子 然后喝酒 大家也是喝到 有点喝海的情况 过那个老板 是著名的大事了 所以有一个女同事 就跟她聊 因为我们会习惯 跟老板互相 可能手学一下嘛 她就这样子 抱着女的 然后一直摸 这样子 摸她的屁股 然后那女的是 一开始一直这样子嘛 然后那老板就越来越靠近 一直把她拉过 拉回来 一收她就把她拉回来 这样子 那女生就开始 shaking,shaking,shaking 她会无视她的挣扎 过来就越模越夸张 然后全部人其实看到了 全部人看到了 然后我们就马上 就把那个女的 我们来一起喝酒 我们就圆圆嫁了 我们来过来一起喝酒 我们一起来干杯拍照 这样子 过去全把那个女的救过来 那女的一过来 她就哭 其实我只是 其实我只是在这里 做秀 为什么我要遭到 这种对待 我真的觉得我做错什么 我穿成这样 我有错吗 其实也不是普通一个员工 为什么 她就开始崩溃 我会感觉当下你要哭了 你心里让我觉得 你是不是要哭 没有 因为我才会很夸张 你是不是被那个摸 而且是 她是光明正大 在一个酒局 全世界都认识你的情况下 你可以这样来摸 就因为她是老板 而且她是 她是有一定地位的老板 所以她觉得 你们能拉我怎么样 而且我很 我很欣赏你们那一群 就是 带她过来的朋友 就是让她解围 对 一定要救她 其实她内心应该是崩溃 可是有很多人就是 她不敢 她不敢做一些 就是解围的动作 怕老板以后会针对她 嗯 不我们不理啦 因为其实当下 救那个女生会比较重要 对 大家没有理这么多 就是先把那个女生救过来 再说 有什么事情大家一起打 因为其实我觉得 像这样子叻 那个老板很可能 我们往往就是 飞铃里那个人往往更怕被公租于众 嗯 可是她是著名的色狼嘛 大家都知道 所以其实到后面 其实大家都会有男生跟她 social 然后不会给女生单独跟她面对面交代 有什么事情我们会把女生跟她隔开 我想知道那个男人是谁 接下来就是 因为我们 这个事情发生了过后 他们就会有一个叫做 彭斯效应 彭斯效应其实就是 美国的副总统叫做彭斯 彭斯他就觉得 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发生 他就表示自己 绝对不会在 绝对不会跟任何女性 女性单独出去 不可以 他不一起玩餐 不一起在 不一起聊天 不一起 不一起工作 不会跟女生单独 这个彭斯是一个好男人呢 可是这个 嗯 他就觉得说 只要我不做这种事情的话 你要告我也告不起 因为我从来没有跟女生单独 所以他的目标换成男生 哦 有点吓到哦 没有他应该是 他应该是值的吧 他应该是值的 所以可是这个情况的做法 他这个言论发表出来之后啊 就引起了一大堆人的模仿 全部人就模仿他 因为他们不想被惹上这种麻烦 可是导致了很多女生被鼓励 因为全部男生讲我不要跟他出去 我不要跟他单独出去 我不要给他 我不要单独跟他开会 所以变成了在社在那个工作环境的话 女生全部被被鼓励被排挤 因为我要做东西的时候没有一个男生愿意帮我 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其实这个也是要懂得拿你那个 他又牵涉到关于女性的女性特权 关系到两性平等 然后又关系到这个me too的那个女性的安全性问题 所以其实有时候这个事我觉得蛮偏激啦 这个彭斯先生有点偏激了这个效应 所以我觉得女生要懂得保护自己之鱼 男生也要懂得尊重女生 就是不是男跟女啦 就是任何人都要尊重对方的身体 然后最后最后我就是来跟大家讲 我们录这一集最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其实第一个一开始就是说 像我刚刚讲的 你要尊重每个人对身体的那个尺度 可能对有些人来讲我叫膜没有关系 有关系Ivan 我现在很不舒服 你看有这样的女生也是会造成天下大乱 就是什么彭斯笑意会出现 就是可能我这样子轻轻一碰 那个人太明显 你吓到那个彭斯先生了 然后Ivan会变成另外一个彭斯先生 我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 就是可能对我来讲我这样碰一下 可是那女的就很敏感 所以导致很多男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就出现了彭斯笑意 所以每个人的权限 每个人对身体的那个触碰点 触碰点尺度不一样 是不同的 我这样摸对你来讲可以 可是可能对那个人来讲很不可以 所以要懂得尊重 是 然后当别人拒绝你的时候 而不是谴责那个人说 做你这样敏感 做你这样容易 我又没有要怎么样 反正如果是有女生会这样子跟我讲 我会很尊重 因为那时候我在大学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在康乐活动的时候 我可能脱口而出一些脏话 或者是带谎的词语 然后那个女学员 之后私下过来讲 就是刚刚 我不希望我在这个团队会听到这样的东西 我觉得会是一种冒犯跟 她会浪费我的生命 我都觉得有这么严重 可是我觉得好像就 好 你谢谢你告诉我 原来这样子会对女生造成困扰 对我觉得她跟你讲了过后 你要懂得拿你的那个分寸 然后接下来第二个就是要提醒受害人 这些真的不是你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被性骚扰或者被性侵 不要走一条不轨路 有些人会觉得 是不是我穿太暴 骷髅 或者我穿到太性感 人家才会对我有瞎想 或者是会觉得 都是我的错 我不应该给她有这种想法 可是我觉得现在 时代已经慢慢在进入 我觉得不可以有那种 太过于沉住的想法 所以你 为什么你会克制不了 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对绝对是加害者的问题 而且我觉得需要讲 就是我要把女生的穿着讲话 因为没有男生要看 就不会有这样的衣服出现 对 没有我是真的觉得 那个人要穿到怎么样 其实是她的自由 你不能因为她让你很有瞎想 你有想法 我觉得是很正常 但是不代表你可以去行动 你可以去跟她讲 诶绝你穿到这样子 我摸你一下 你穿到这样 你给我就是要给我摸的嘛 我觉得最没有平的 就是把这件事情起因 怪在受害者身上 对 对 这个是加害者的问题 你有平 就是不代表任何人 给你的那个想法 不代表你可以去行动 Yes 然后接下来就是 提醒每个人 每个公司 要有一个提供一个 友好的环境 大家 员工才会舒舒服服的 跟你卖命 所以好像开黄枪这种啊 当如果有一个 下面你的员工 跟你投诉的话 请你 要正视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管你有没有投诉啊 你都会看人家的脸色的嘛 对对对 你看人家的脸色变了 你就不要再讲了咯 有些人不会 脑这个东西很珍贵 不是每个人都有 这样 没有而且有些人可能是大老板 不知道这个情况 可能就是下面有这种事情 然后大老板可能不在场 然后有一个下属去投诉的话 其实老板要给所有员工知道 我对于这个行为是绝对禁止 所以老板是需要采取行动 要马上采取行动 可是你知道有一些老板 他就是比较疼那个人 怎么办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你可以离职 我真的觉得 其实你吵下去是 对你来讲是没有用的 因为你离不开那个人的时候 而且上面的人保护不到你的时候 你只能选择离职 不然你虽然很偏差啦 这个想法就是你坦坦荡 你坦坦荡给他接受 给他性骚扰 这个虽然很可笑 但是我不觉得每个人做得到 不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行为 但是我觉得 不然你也来写一个me too文章 我觉得这是老板要做的事情啦 然后因为很多老板会用那种利益交换 你给我摸 不然你今年KPL就不帮你去 这种情况也是要用 要严厉谴责一下 然后不要什么 就是我们自己 关怪第三者 不要只会当键盘侠 不要什么事情去写 第一看到新闻 先谴责那个人 不要看到什么事情 一定是你的错啦 才到较敏感 或者是 吊那个加害者什么什么 就先骂一轮先 先 先入为主 先入为主 这个也是我要提醒大家的 然后最后 这个是如果你是受害者的话 一 你先请专业的团队单位帮助你 这个是很重要的 然后如果你请上司调查的话 上司不要单独面对面那个人跟他和解 因为对你来讲如果那个人可以单独和解的话 他就这些事情就没有那么简单 我觉得有必要的话受害者应该可以寻求帮助 是是寻求帮助 就算要面对面谈的话 我觉得也有第三者在 对或者是一个你觉得可靠的人 新的国 而不是单独面对面去哪里谈 去厕所谈 去外面单独吃饭 什么谈 绝对不要这样子做 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管是你现在已经成年 或者是还是未成年 如果你发现有一点不舒服的地方 你可以去询问 老师刚刚有人对我做这样子 打我的鸟鸟的动作那个是正常吗 你要知道就是你不舒服 你应该去求证 而不是算了咯 应该是我太敏感 然后之后很可能因为这件事情造成了一辈子的阴影 是 然后如果他是有语言骚扰你的话 因为我之前有听过一个案例 就是他告了他 我那个受害者去告那个加害者讲 他语言骚扰我 结果看他的那个通话记录的时候 什么都没有 因为他讲我看到很恶心 所以我delete完了 我的天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你做任何东西 就算你觉得他让你很不舒服 你先存起来当一个备份 就是保留所有的证据 让自己有一个证据证明说 他真的有过这种行为 这样如果很像那个情侣 他讲我 他讲我就是 对不起是我的太想了 他就讲说 你为什么要去勾引我的男朋友 这样子 可是明明那个人就是没有做这样子的意思 可是那个人就先入为主了 他讲 要不然我传你他的裸照给你看哦 这样 你这样不是不是 是不是那个人对我有那个 对我觉得那个人对你会造成你的不舒服 造成你眼睛受损 强劫你的眼睛的话 你就可以觉得 这个算是性骚扰吗 你有保留下来吗 这是一个骚扰讯息 对 这个是一个骚扰讯息 如果你真的觉得严重到你真的忍不住 就把他公开 你可以按 你要写密度也可以 如果更好 或者你要走法律途径 我觉得最好是走法律途径 如果你是真的觉得 受到这种骚扰的讯息 或者是你是不舒服了 我觉得你可以去投案 嗯 我觉得投案是最好的方式 需求帮助 对 因为如果你是发在网络上的话 OK 你会可能造成更多人的伤害 还是blah blah blah的事情会蔓延开来 你也没有办法控制 嗯 而且我觉得 有一个点就是 你全部东西放去网络上 其实 或许你 没有想要得到什么安慰 或者什么 可是 至少 你发去网络上了过后 可以给人家一个提醒 我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所以大家可能注意一下 不一定每一个人都会把 他所有 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东西 就是公租女士 就觉得 家里的事情就家里解决 就什么丑 有一句话 家丑不可万一 对 家丑不可万一 所以 所以会有me too的出现 我觉得me too的出现就是 让大家知道 原来这个世界上 还有这种这类型的 女性被侵犯 或者是有这样子的心情 不管是男女 这样子的案例 发生在我们周围 我也一样 我有被这样子的事情给骚扰过 可是因为最近me too的事情越来越燃烧太大 就居然好像是一发不可收拾 就因为那些都是 对 造成了 我发生有一个现象就是 我想要提醒大家 就是不要把me too运动 变成讨伐的一个管道 对 因为我发现有些很多就是 一直站出来 想要谴责那个人 对 谴责 然后让大家人肉搜索他 或者是一起把他给 我们的键盘海啸给攻击死 这样子我就觉得不对了 甚至有些骂到去他的家人 烧了他的家人 烧了他周围的人 就像 刚刚我有看到一个小S 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有报小S相关的新闻 然后他们去到小S的女儿的账号 来攻击他妈妈 我觉得这样子是错了 对 其实我觉得 一个人做事 一个人承担 他是成年人了 他懂得他在做什么 你就针对那个人 不代表你可以站在道德的自高点 去谴责他家人 我觉得这样子的话 你是一种道德绑架 然后是一种 你已经偏离了 蜜途一开始成立的初衷 对 你现在就是利用这种蜜途 作为一个你发泄 或者是人后搜索 谴责 用网络当成一个法庭 你变成了一个网络 你变成了一个网络 你从受害者 渐渐的变成一个假害者 我觉得你在站出来之前 你是否要想好你站出来 这个的初衷是什么 是要告诉大家 我参与蜜途运动 我告诉你们我的故事 请大家以后小心一点 不要跟我一样 对 是一个集体疗伤的过程 是的 我们抱在一起 你不是孤独的 没关系 我们可以一起度过这个难关而已 就这样 其实大家不代表大家可以用网络去霸凌这个别人 我也希望大家就是听了我们这节Podcast 可以有一种就是提高警觉啦 因为我相信就是会有蜜途的运动 是因为很多人忽视 像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就是心情被骚扰啊 性骚扰的行为啊 大家不知道怎么办 又或者是也不知道 原来这个就是已经性骚扰 造成我一辈子的阴影过不去 我也不懂怎么样去解决 但是我们是否可以从现在开始 在还没有发生之前 我们先给自己多一层保护层呢 对 先保护好自己 才可以保护好别人 是的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录到这边 我们希望大家 郑重 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 给自己一个提醒 保护自己人 也保护身边 保护自己的同事 也保护身边的人 这样子 谢谢你们 这么认真的录完这一集 很严肃啊 讲真的 我希望就是我们 虽然我们是很开心的聊天 但是还是要给大家一个正确的意识 是 好啦 这样我们这一集就录到这边 谢谢你们的收听 我们下一次再见啦 要follow IG吗 要follow我的 IG 我的 IG是 alaya__zionjh__ 是不是很烦 我每次听完Podcast 我都觉得她的 IG 好累哦 哈哈哈 没有underscore 你以后underscore可以乘四吗 underscore times three 以后underscore乘三啦 ok咧到你 我是贾千 就是J-R-A-Q-R-A-N-N ok我的是 Iwen underscore hear92 我一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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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记得去五星留言告诉我们 你们下一集想听的内容是什么啦 然后我们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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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